早前呢我发了一个视频是关于美股第四次熔断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可以入仓的时候了 但是要一点一点的入仓 可能还没有到底 但是呢你可以就是分批次的入仓 然后开始进入这个市场了 之前我发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底下就有个人在那里骂我 然后就说你这个时候叫大家买股票 真的是天诛地灭这种 还有一个小伙伴呢还私信我说 要我不要再发这种视频呢 然后说要举报我 之前在视频里骂我的那个小伙伴 我不知道你赚没赚钱 反正我是赚了钱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就是整个这个基金定投这个过程中 断了多少钱 然后哪些基金赚钱了 从我上一个视频到现在 我的一个基金定投的一个情况 我们就只拉这个上次 我推荐的三只美股基金来说吧 从我推荐的那一天就是第四次熔断开始 其实我第三次熔断就已经入场了 第四次熔断之后继续再定投了一次 两次我都有投比较大的金额 然后之后我会接着定投 于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我的几支基金的收益情况大概如下 首先说一下我的博士标普500了 这个基金呢我到现在一共的投资金额 大概是22000块钱左右 我的持有收益是2700块钱左右 然后我之前有推荐过大家的 交易海外中国互联网指数基金呢 我当时投的是11000人民币左右 持有收益大概是1100 然后华安纳斯达克呢 大概是11600左右 我的收益大概是在1650左右 然后呢我还有另外一个账户 这个账户里面也有不少的收益 总之呢就是说在这几个账户中 我所有投资的 以及我建议了我一些朋友 去在这个时候买入的 他们都有不少的一些收益 所以我觉得呢 对于基金来说 你买的是一个大的趋势 而且你分次投入 这样是分享了你的风险 只有是在这个市场 大家都崩溃的时候 你才应该入场 很多普通人在投资这个时候 他的观念就是 只要市场一崩 他们就开始崩溃 就开始四溃而散 然后呢 当市场一涨 他们就开始疯狂追着买 这个时候 现在我看到市场已经开始涨了 我最近这段时间 一直在做小额定投 我就没有再追涨了 至于你们想用什么样的投资方法 这是根据你自己的个人财力 和你的情况决定的 你一定要多听别人不同的观点 有自己的思想 有自己的投资理念 无论怎么样呢 就是说我觉得投资 是要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件事情 你不要因为听了 斑斑说 我今天投了 你就去投 这个是我自己的钱 我自己的风险 我可承担 但是我不能承担你的风险 所以一定要多考虑一下 所以这几只基金 从我推荐了之后 其实都有一个不太不错的收益 大概都有在10%左右这段时间 但是就像我之前也有说到过了 美股有没有到底我不知道 除非你是从未来回来的人 要不然你永远不知道 什么时候是底 它有可能还会再次触底 或者会是比现在更低 但是也没有关系 总之呢 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 整的金融危机的中间 我们现在正在旋风中间 所以呢旋风是没有过的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过 我有调研过一些 很重要投资评论人 他们的一些理念呢 就是也是要分次投进去 我有一个朋友在巴黎做这个投资 他呢是一个非常专业投资者 他跟我给出的建议 也是把你的钱呢 分成三到四等份 现在投一点 一个月后投一点 再过一个月投一点 再过一个月投一点 最后呢分成大概四等份左右 这样子一次一次投进去 这样子如果股市是一个这样的趋势 就是一个U型的趋势 那么你等于是在 可能中间快偏最底处 你买了一点 然后最底处你可能买了一些 在往上跑的时候你又买了一些 但是你的整个平均值呢 是在低处 如果这个股市呢 是在往上涨的一个方向 你也是买了这个比较低的这个 整个平均值还是靠低的 如果这个股市一直在往下的话 你也是买了靠中间一点的 这个下降值 所以怎么样你的风险都被降低了 你不会是买到最高 你不是买到最低 所有的像我们这样的投资者呢 都不可能预见未来 也不能猜到最后市场会变成什么样 最稳妥的方法呢 对于我来说就是分批次 定投的这样的方式 或者说按照分量 然后这样子投资入场 小额的这样子入仓 这就是我想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总之呢 一直从开始到现在呢 我的收益还算是比较好的 可能我之后还是要继续亏钱 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知道 你是做的一个长期投资 是一个价值投资 你相信这个市场在长远来看 大概是会恢复正常的 这样就够了 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分享 这些关于投资的一点 小小的建议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给我点赞分享我 拜拜